今天跟姐妹们分享一道红烧鱼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是我们江西口味的 有这一道菜就能下三碗饭 鲁鱼洗干净之后两面都打上花刀 加入葱姜料酒 正反面都放一勺的盐 抓拌均匀腌制个20分钟 接着利用腌鱼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点配料 葱姜蒜小米辣 其实煎鱼我用的最多的方法并不是热锅凉油 反而是热锅热油用的比较多 用热锅热油煎鱼 需要注意的就是鱼放下去之后要马上关火 等锅中不再冒烟的时候再重新开火 用中小火慢慢煎 煎至定型一面金黄 再翻身煎另一面 不要过早的翻身 过早翻身了就容易破皮 差不多另一面也煎至金黄的时候 下入姜蒜小米辣 就着这个底油稍微炒香一下 然后再放一点生抽 放半罐的啤酒可以更好的去腥蒸香 然后再补适量的开水 再放一点盐老抽白糖一丢丢调味 盖上盖子中小火焖煮个120分钟 中途我们可以开盖给它翻一面生 这样两面都能很好的入味 煮好之后把汤汁收一下 出锅之前放一点松鲜鲜 然后一定要来一点我们这个江西做菜的灵魂辣椒面 再撒上一点葱段就可以出锅装盘啦 真的好香好香 而且特别的入味超级下饭 姐妹们真的不骗你们这个红烧鱼的做法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